下个星期开始给我们这些狗狗洗澡 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变暖了 然后给这些长毛的狗狗 给他们洗洗澡 然后把毛修一下 咱们之前的推子坏了 我又花了一千块钱买了个新推子 然后我们的推子呢就是能直接给狗狗修出造型的那种推子 然后每个推子推头能用 把推头往上一加就行 等于现在咱们有六把推子了 就是下个星期天气暖和之后 把这些长毛狗的毛都修一下 然后洗一下 先开始给这些长毛狗修 因为这些长毛狗眼睛都看不见了 小宝 小宝小白 你俩躺上面舒服的哈 看他们俩躺上面多舒服 看小装又追着我女儿跑了 这个是小宝跟小白 雪花的话也得修了天气暖和了 下周开始给他们修毛 你看金金 尤其是金金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狗狗毛太长了 其实我同时也注意到了 但是咱们的跌腿坏了 然后用剪刀剪的话手指都解破了 手指就是卡剪刀指头呢 手指都解破了 所以等推着回来挨个给他们修毛 给他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咱们就搬家 搬家呢我还没有定日期呢 下个月就是 搬然后三月 三月中旬或者三月初 就全部搬回去 需要看一个好的日期 就是看一个好的功夫 回来灵灵 回来 灵灵都跑出去了 回来回来 回来灵灵 灵灵 回来 都跑出去了 外面的长毛狗也挺多 咱们里面的长毛狗也挺多 给他们把毛都修一下 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还不搬家 然后我今天就是回复一下大家 第一呢三星那边的温度刚回升 然后搬家呢也是 需要一个过程 毕竟是一次大型的搬家 咱们这有150多只狗狗 然后有许多东西我都要拆回去 三星那边没住 像这个雨盆 咱们每个区域都有这么一个雨盆 雨盆的话我都要拆回去 就是三星那边就不建设雨盆了 因为当时就想的是把这边的雨盆拆回去嘛 如果在三星那边建设的话又是一笔费用 我现在连搬家的费用都没有 更别说是 在装雨盆的费用 所以这个雨盆的话准备拆回去 然后空调准备拆回去 该带的东西能用的东西 三星那边能用的东西我都给它拆回去 然后这个区域有 50米的雨盆 然后还有其他区域的 咱们雨盆加起来有300米 如果我在三星那边重新建设雨盆的话 可能费用又要花到4到5w 所以的话我就是把咱们这边的雨盆 能用的都给它拆回去 第一次搬家呢可能先搬一些狗狗的用品 还有一些写字的物品先给它搬回去 然后第2次第3次再搬狗狗 狗狗的话我是没有计划了现在喊 大家也可以给我出个详细的计划 我目前搬狗狗的计划是这样的 搬东西专门搬 回来来 下机 我目前的计划是这个样子 我搬家的话就是狗狗的话 先把东西搬回去 这是第1步 第2步的话就是 狗狗的话就是用那个车 不通风那种车 因为比较远有1200多公里 1200多公里的话狗狗一路吹风 我怕有些狗狗受不了 出什么意外 所以不顾用那种大车来拉狗狗 可能到时候会用那种小车 就是带车窗的那种 用小车来拉狗 一辆车拉20只 30只 40只那种的来拉 这样的话狗狗它既能通风 同时呢狗狗既能通风 狗狗又不用一路上受风吹雨打 如果说是用那种 货车来拉的话 它是没有盆的 就是一个车斗把狗放上去一路上吹风 我怕狗狗受不了 所以的话狗狗目前是不用那种车拉 这是我目前的计划 因为现在连搬家的费用我还在愁呢 月姐 你手呢我刚刚你手来 月姐出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月姐的手 就是他用解刀给狗狗修忙那个手两边修的 就是两边都 就修的烂了好了吗 手指头 解刀解完的手指头 好了 我看我这个手接的 你看看 解刀完的呢 这个这个对对 他用解刀解完之后就是手卡的 时间久了手就卡成那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毛的话到时候推着有两天时间 就回来了 推着回来咱们再修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雨盆有多少 就是把这边的雨盆搬回去 咱们三星那边足够用了 就是不用再没雨盆了 可以省去一部分费用 因为这次的建设 确实让我挺吃惊的 三星那边的建设 姐姐们绝证了很多 不是一直有人好奇吗 等我彻底搬家之后 我会把三星那边所建设的名单全部公布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每个区域都有雨盆 然后这边的雨盆的话 下面那个柱子 被狗狗杀尿杀的腐蚀都断了 这个雨盆快倒了 来到三星的话这个杀人要包起来 就是要让狗狗的尿腐蚀不到 别叫 被伸干净吧 这些雨盆咱们加起来有300多米的雨盆 这300多米的雨盆撒回去可以省下一半份费用 然后搬家呢是下个月 大家也可以给我 就是数一个好一点的聊天几日 就算好一点的搬家时机 这边能用的东西我能拆的都会拆回去 像那边都是雨盆看到吗 咱们那边台阶下来都是雨盆 这个也是雨盆 盆子打过去 还有那边 这都是雨盆 山西那边雨盆呢就准备用这个 这边狗狗搬完之后 然后把这边的雨盆拆回去 拆回去之后在 咱们自己搭建 自己开始搭建雨盆 说实话山西就是家园 确实把我偷空了 明天就是原点他们发工资的时候 我连他们的工资都在拖欠 所以这次山西就是把我 真的是掏的海风 因为毕竟是那么大一个场 咱们山西没有全部介绍完 山西的场地是有11000多平米 然后先介绍了4000平米 他们那些不锈光护栏 不锈光护栏我也要全部拉好去 虽然这个家园看着很幸福 但是咱们家园搬回山西之后 会比这还要幸福 这雨盆很多 而且山西的场地也比这个大很多 好啦我拜拜啦 大家可以帮我看个好功夫 就是预定的话是下个月搬家 下个月月底或者是下个月中旬 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个好的功夫 我觉得在这里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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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